那接下來這首歌 我們風源思想曲是 轟彎音啊 聽說我們作詞作曲的 莊淑儒老師有到現場對不對 來我們請淑儒老師跟大家 Sighello 莊淑儒老師是我們台中市 父母成長協會的理事長 也是葫蘆敦導覽讀書會的會長 因此他本身呢 對於風源的歷史 我們能夠介紹非常的專業 他本身也是我們導覽的志工 然後可以有榮幸聽你 介紹一下風源的一些景點這樣子 對那他也是我們 那個後宮社區大學 呼嚕敦的呼嚕敦學會畫老師 那我們請那個 莊淑儒老師為我們介紹一下 風源音樂這首歌好不好 各位在場的聽眾們 大家午安 我是台中市 父母成長協會 現任的理事長莊淑儒 那也是台南的女兒 我叫風源萬雪居的媳婦 我非常喜歡風源 我來到風源以後發現 其實我三輩子應該是住在風源 是風源的遊子喔 所以每次 當我在發現風源的故事的時候 或是說從古文書裡面 找到風源的一些 相關的歷史的時候 我常常有那種很感動的 就是那種想到人類的那種感動喔 那其實我是一個不懂音樂的人 但是我一直在想說 有什麼音樂 有什麼歌 唱完以後可以讓孩子 或我們可以講風源的故事 所以呢 我就做了洪王雅這首歌 那洪王雅這首歌呢 最主要是講到的是 用唱歌來講風源的故事 來請問大家小時候都聽過 我們小時候 沒有電視的時候 最主要大堆聽誰講故事 三幾公四斤佛都要搭水果 對吧 那我就用三幾公四斤佛的方式 來呈現 還有阿公阿嬤的方式 來講故事的方式呈現 風源的究竟名是什麼 吳如敦 吳如敦齁 來風光有五佛 哪有五佛 來水清美白拼香茶搭十多歲 風源 現在舞台上十多歲的代表就是某啦 謝謝好 然後呢 風源啦 有一條葫蘆敦鞠對不對 母親之河對不對 所以我會在歌詞裡面 開放葫蘆敦鞠的人是誰 很棒 所以大家都很清楚 還有我們在陳奕榮 陳奕源要掀開的過程裡面 他就講是 吳如敦鞠他本身很多藏銀化藏在裡面 淨產有水清三味三 調皮膚啦 欸大家都會唱嗎 所以等一下記得幫我們唱一下好不好 然後我們要介紹一下 為什麼成立洪玩音啦 因為我一直很希望說 風源這邊的大孩子小孩子 把他住久以後 任同風源這故鄉的人 能夠一起來共學 那我們洪玩音啦 蔡樹中理事長 給我們揮手一下 他怎麼擁著 謝謝 謝謝 好 接下來呢 阿如要唱好玩音啦這首歌 那當然呢 我今天把這個禮物送給大家 我們來聽到這首歌是 公共財 只要你們想要唱 你們需要的話就拿去 用在商業上就好了好不好 要用在商業上跟我講一下啦 好不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唱好玩音啦 謝謝你們 我們邀請風源國中的小朋友 跟我們進口唱喔 好謝謝 掌聲歡迎風源國中的小朋友 掌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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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OK等一下 好 他們太美了 不能那麼倒豬啊 這樣阿如會訓勝 對馬上 好 開吃 接著來接著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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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